台灣南北物價大不同 就有一名台大新生 秀出的是一飯一菜一湯 一百三十五塊 是貴還是便宜呢 南北論戰 滷肉飯白菜滷加顆滷蛋 再來個筍絲排骨湯 點完餐先結帳 多少錢 一百二十五 民眾到高雄家知名的 連鎖小吃店吃午餐 滷肉飯三十五元 加一顆滷蛋十元 北菜肉三十五元 筍絲排骨湯四十五元 一百二十五元 飽餐一頓 不過同樣的菜色 有網友卻抱怨 到台北吃一飯一菜一湯一袋 一共一百三十五元 是他今日吃最貴的一餐 高雄人怎麼看呢 台北肯定比較貴 台北物價租金人士都比較貴 算還好 算還好 以台北的物價來說 以高雄的物價來說 都一樣 那台北也是也很便宜 高雄人覺得在台北 這麼吃一百三十五元 剛剛好而已 但台南人是不同意見 在台南真的只要七八十元嗎 實際點來吃 滷蛋一顆十元 台北 台南 高雄均一價 但滷肉飯台南一碗只賣二十元 北菜肉也只要二十五元 綜合丸湯一碗五顆丸子三十元 一百元還漲十五塊三地比一比 高雄只比台北便宜十元 台南價格最令人歡喜 吃完都會說好吃又便宜 南北物價不同反應在售價 為了避免結帳時不開心 建議大家點餐前張大眼睛 看仔細 記者許成文 陳立國姚文華 探訪高雄報導 記者許成文